近日,NBA都为消息人士报道,来往和古人高层讨论了关于将一詹姆斯的可能性。 未来,张皇会有可能联手杜兰特,而来往老板才重新已经发话,不会再缴纳多少收拾税。 来往修赛器将全力追求詹姆斯,做成欧文、杜兰特和詹姆斯超级三驱头。 如此一来,不仅让球队躲关的概率大大增加,还能实现商业利益最大化。 这个消息出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,要知道,古人本赛季连附加赛资格都没拿到,詹姆斯也因此饱出质疑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37岁的詹姆斯,依旧保持着一线超级的实力,并且,他商业价值也是现役无人企及的。 这也是珍妮巴斯仍旧希望詹姆斯留在古人的主要原因。 而今,蔡重新也是看着了这两点,才做出了这样重大的决定。 每每预测,来往和胡人有可能进行一场六换一的交易,即来往送出西蒙斯、小库里、托马斯两个首轮选秀权和2028年的首轮选秀权,从胡人这里获得詹姆斯。 不得不说这个付出还是相当大的,考虑到蝉世有可能回归胡人,而他并不喜欢詹姆斯,所以詹姆斯离开胡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 那么,觉得欧文、詹姆斯和杜仁特有可能夺冠吗?